英雄胡胆中的李汉光 作为广西十万大山里的土匪头子 李汉光一开始日子过得很滋润 缺钱就下山抢老百姓 土匪老巢附近地势显耀 风景秀丽 老婆李月桂既当夫人也当军师 山上的事都是他来打理 加上身边还有一个貌美如花的阿兰 李汉光平日里基本上就是个甩手掌柜 没事就喝喝茶 抽抽烟 唱唱小曲 解放军派警察科长曾泰 假扮敌副司令到了山上以后 土匪们遇到了不少麻烦事 李汉光两口子对曾泰的身份很不放心 三番五次进行试探 李汉光除了心狠手辣之外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脸皮厚 他背着老婆去骚扰阿兰 被李月桂当场发现后面不改色心不跳 像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似的 李汉光还有一手绝活扔飞刀 他手下的独眼龙就是被他飞刀弄死的 最后他被曾泰引入解放军的包围圈中 跟老婆李月桂一起做了葫芦 怎么着 看不起咱们呢 别说我姓李的不认人呢 去你妈的吧 我这庙里他没有你这个鬼 他妈的 找娘爸爸来 也挡不住老子吃饭 粮食中的李德胜 伪军排长 小名李狗顺 带着一排伪军守着一座炮楼 跟鬼子清水住的炮楼摇摇相对 李狗顺算不上死心塌地的铁杆汉奸 有八路军路过时 就朝天开枪应付差事 清水手下有个狗杖人士的汉奸四和尚 再到村里要粮食的时候 揍了李狗顺的手下风老二 一直对四和尚怀恨在心的李狗顺 再也忍不下去了 带着风老二找四和尚算账 把他摁在地上 用皮带罩着屁股一顿猛抽 四和尚跑去找清水告状 李狗顺本来应该马上开溜 但被村长用激将法给留了下来 加上好酒好菜招待 喝得开心 就把清水回来找麻烦这事给忘了 结果被清水痛揍了一顿 李狗顺不服 怀恨在心 回到炮楼里 跟兄弟们商量了一番 打算以后找机会给清水难看 没过多久 民兵们假冒八路军围攻清水 清水下得不轻 命令李狗顺赶紧增援 可李狗顺谎称自己也被八路包围 出不去炮楼 没办法增援 把清水气了个半死 六爷的船翻了 我姓李的也得落水啊 六爷的事我活生命来干 好了 往后这块地就是你姓田的了 暴风骤雨中的李清山 恶霸韩老六的跟班 韩老六虽然对农民们残酷压榨 但对李清山格外器重 土改工作队进驻袁茂腿以后 为了破坏土改进城 李清山按照韩老六的指令 一改往日在店户面前耀武扬威的样子 去主动亲近老田头 白送地气 企图拉拢贫下中农 在韩老六被农民们拉去批斗时 李清山趁着天黑朝天放枪 制造土匪进村的假象 搅黄了批斗会 韩老六见李清山这么卖力气 就许诺工作队离开以后 给他房子给他弟 再给他娶老婆 李清山更死心塌地了 当他和韩老六企图杀死 给工作队通风报信的小猪官时 被群众发现 韩老六被捉 李清山逃走 他到山上找韩老六的弟弟韩老七 带着一伙土匪进攻袁茂腿 企图救走韩老六没能得逞 李清山被赵玉林击毙 岂有此理 我没有工夫给你啰嗦 开着 你开我就打死你 不开不开 你好大的胆子 现在你该知道我是谁了吧 侦察兵中的敌师部作战处长 这是作战处长刚来上任时 开的首次作战会议 他不知道的是 郭瑞已经冒充他拿走了炮团的火力配置图 这次会议的内容也被黄团长泄露出去了 当侦察小分队第二次进入封城时 作战处长被假冒制法队的小分队截住 他牛哄哄的训斥郭瑞有眼不识泰山 但郭瑞不吃他这一套 非要检查他的证件不可 作战处长并不知道 郭瑞是为了确认他的身份 好捉回去审问 他很配合 拿出了证件 于是就成了小分队的俘虏 瞧 这是什么 真正的二国头 去打盆水 擦把脸 累得我真够呛 这回可是凶瞎子耍马差 该你落一手了 小儿惊风 九死一生 这屎盆子还是留给红雨吧 中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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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要瞎错了 要瞎错了 红雨中的孙天福 在青山大队没有赤脚医生之前 孙天福是村里唯一一个懂点医术的人 虽然医术不高 但架子很大 看病不给点好处 绝对不干 所以口碑不怎么样 电影里 饰演孙天福老婆的是周婷 方辉跟周婷都是高水平的老戏骨 他俩的对手戏 让人看得特别过瘾 听说县里头要培养赤脚医生 孙天福为了独霸全村的医疗大权 也积极要求参加医疗培训班 但被贫下中农坚决反对 没能去成 红雨完成学习回村后 孙天福不停地背后使绊子 下黑脚 居然偷偷地在红雨给老石匠喝的药里 下八豆霜 想把老石匠拉死 嫁祸红雨医术不惊 让他出丑 再夺回医疗大权 当各种阴谋诡计都破产以后 孙天福苟急跳墙 打算干掉红雨 没想到打斗功夫不如红雨 被摁在水里 差点淹死 最后 他被广大人民群众认清了真面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